老师们好 我叫黄雪润 今年五岁了 我来自上海 五岁的孩子 你估计算是我们今天的 年龄最小的人了吧 对 我听到这孩子的话 我就觉得孩子特别可爱 妈妈怎么称呼您 王荣 王荣 对 那我真的问嘛 今天你们俩人究竟是 谁陪谁来比赛的呀 应该说是我陪女儿来 赴一场诗词的盛宴吧 女儿会很多的古诗词吗 其实她的诗词的储备量 不是很大 大约五十首吧 来 黄雪润小朋友 你妈妈说你会五十首 古诗词是吗 怎么教给你的呀 是 有时候可以给我唱 还可以讲故事教我 还可以念教我 看起来王老师 你是有这个胎教的经历是吧 是因为我不大会唱流行歌曲 所以小的时候 哄她唱 就是摇篮曲的时候 基本上唱的都是什么 明月几十有啊 还有这种什么李商银的舞题啊 像这种鼓调 所以她也就慢慢学会了 这个特别好 我特别赞成王老师的 这个教学的理念 你看咱们近代来讲 有很多古诗都是可以重新普选 比如李淑彤先生就做过这个 所以我想她那个古典诗词 你要让她活在当下 还是应该用当下人 喜闻热见的方式 去传播她 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王老师 这个教育方法 特别特别好 谢谢 谢谢老师的 谢谢 鼓励 你看 您说的时候 孩子已经没忍住了 他要唱一段 来 许瑞 给我们唱一首 新年到尾又芳华 二月初进剑草芽 半雪却仙春色蛙 不穿名书做废话 百叶也仙春花 不穿名书做废话 最后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 您怎么想起 要给孩子教这种古诗文 我是一名语文老师 那我就希望 就是说 我能够传承这个 中华经典的东西 不仅仅是在学校里 在讲台上 我要传道 那么我觉得 在家里 要给他的人生 打下一个失忆的底子 这是我传承给他的 最好的精神财富 最后问一下咱们的黄学润 你觉得你们的胜利的这个机会多吗 大吗 你说你觉得难度大吗 难度还可以 难度还可以 那咱们就来了好吧 请看 第一题 请出自 小 花蕿蚕蚢 轻性小 燕子 飞食 绿水 人家 肉 那个洛欣老师 我想说 他不识字 就是遇到那个字出来的时候 您可以读一下给他 他竟然不认识这个字 那他为什么能够答出来呢 这个就是古人的教育 幼宫 古人的教育方法 在不认字之前 特别是妈妈 或者家里的长辈 就是口寿 口口相传 口口相交 所以这些 这些他是记得最老的 他一辈子都不会忘 那行 我一定记住啊 好 我们再来看我们 第二个字好吗